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忆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 由于上一辈子的记忆太过于连续 让我们根本没有察觉到 实际上跟过去已经是两个世界 有的人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开始新的人生 有的人却没能活过来 真正的那个他永远的停留在了上一个世界里面 接下来我要讲的故事就是这样 男主在高中时期就异于常人 小打小闹学习成绩差 班上垫底就不说了 还会趁同学都在教室五岁 偷拿女同学体育课要换的运动裤 跟好朋友也就是蓝二套在学校的雕像上 搞恶作剧 我说的异域常人不是在说这些 而是就算这样 班上学习好有气质漂亮的帮花 也就是女主对她的追求 并不反感 欲据还迎 带着闺蜜和他们四批野战 答应男主一同去看恐怖电影 在空无一个人的小巷 街道上面一起上学放学 高中时期同学间的爱情小花 都是这么成长的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那些认真读书听老师家长的话 心思和精力全部用在功课上的男生 当然比不过他们这种人 不过没有小坏蛋 怎么赶走外面的大坏蛋 班上的女同学被外面的流氓调戏 被他们遇到 正在女同学无助的时候 二人奋不顾身出手相救 英雄救美当然是美女以身相许 女同学跟男主表白的时候 恰巧女主这个时候赶来 躲在一边 男主拒绝了女同学 并且告诉她自己喜欢的人是女主 女主在后面听到 当然一个感动主动拥抱了男主 确立了二人的感情 虽然男主从此以后加倍努力学习 还是没能考上女主同一个城市的大学 而是跟男二去了另外一个城市的大学 可能从高中阶段到大学的这个跨越 到了一次不知不觉的死亡和重生 前世的记忆还在 实际上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 一段感情 谁用心更多 谁就会更辛苦 男主是单亲家庭 妈妈是护士 并不富裕 为了能够多见女主 出外辛苦打工 赚钱买伙设票 好跟女主见面 女生跟女生在一起 一般会变得更加成熟 男生跟男生在一起 往往会变得更加幼稚 女主在新的生活中 见识了更多 想要的也更多 女主开始规划未来要去留学 周游世界 身边也遇到了更优秀的学长 男主这个时候 想要的只是以前的延续 很努力的想维持这段感情 女主在外面被人抢了钱包 第一时间赶过去 就算台风 没有车票 也骑机车去跟女主见面 但是感情不是打工 不是用了禁就一定会有结果 更像是苹果和安卓 不是一个系统 洪荒之力都没有用 一天 男主顶着台风 跟男二骑机车 来到女主的城市 意外发现女主已经有了新欢 在女主打工的咖啡馆 二人都很痛苦 男主想不明白原因 哀求的眼光 看着女主也满眼泪光 女主说出了他们间的问题 以前那种近距离的爱情 只剩下美好的回忆 现在的差距 已经慢慢让他们 没有了共同的语言 不可能每次见面 聊的话题都是过去 而没有现在和将来 男主最终接受了现实 过了几年 男主的妈妈病逝 只有她一个人去面对 未来所有生活的困难 前面说过 每隔几年可能人就死一次 有的人能够顺利开始新的生命 有的人看起来又活过来了 但实际上 真正的那个她 还留在以前 因为那段时光才是最快乐 男主在独立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 选择了自杀 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留下没人忘记她的男二 和偶尔也想起她的女主 故事在男二对男主的回忆中 在海边孤独的一个人跳着 曾经他们两个人一起跳的舞中结束 这是一个让人觉得 伤感的文艺青春故事 改编自小说 六弄咖啡馆 我没有看过小说 只是看的电影 从讲故事这个角度看 本篇故事讲的确实很好 男主这段感情经历 细腻的全部表现了出来 让人体会到了那种以前相爱 后来无奈因为两个人 事业学习生活已经不同步 导致分开的那种伤感 还好朋友间的那种 真挚感情和怀念 看完后明白了要珍惜眼前人 或者学会了感情上 要互相沟通 陪伴 双方保持共同进步 又或者只是单纯的 看别人的一段故事 回忆一下自己的过去 关于这个故事 我发表了一段 更多角度的解说 发表在了我的微博 和微信公众号里面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微博 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繁花社长 或者扫描旁边的二维码 在里面找到这篇文章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Facebook 和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Facebook里面有我的全部视频 下面要解说的内容 如果你是原作粉丝 我明确要求你现在就关闭 不要看 因为你已经带了主观立场 对另类解读 根本做不到平常心 我在这里已经警告过你 不要继续散闯明视频 大家好 我是反派繁花社长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 天生逆智 男志气的故事 每个班上 男主会有那么几个不爱学习的 区别在于 有的只是自己玩自己的 有的还会影响其他的同学 男主和他的朋友蓝二 就是属于后者 每个星期都会换点花样 比如偷女同学的裤子 出去套在学校的雕像上面 这个年纪是赫尔荣分泌 最猛的阶段 男主喜欢的人是女主帮花 帮花不光长得漂亮 学习也很好 帮花面对男主他们几个 小心机搞出来的约会花招 你以为帮花会看不出来吗 在家里要装乖乖女 在学校里要摆出纯群育理事态 还要努力学习 女人的青春很宝贵 其他的男生都是书呆子 没有情绪 只有男主他们玩的比较有意思 所以 Wine Lord 正好带上闺蜜跟他们出去交游 出去一起看电影 感情的事情在一起 时间长了 多少会有一点 但不是那种心动的感觉 男主和男二 虽然在班上不怎么样 面对女同学在外面 被小牛王瞧戏 该出手时就出手 打跑了小牛王 好心当然有好报 这件事后 让女同学对男主心存感激 得知男主苦苦追求帮花没有结果 大家都是义气而履 女人问题解决还是要靠女人 出手帮助男主 这个世界上的巧合 从来就好像游戏通关密集一样 都是别人设计好的 区别在于你是幕后设计的那个 还是一无所知玩游戏的那个 女主赶去医院 恰巧看到女同学表白男主 男主不光当面拒绝 还大声说出来 自己的心上人是女主 看到这一幕 女主控制不住自己被感动 进击到男女朋友模式 感情正式确立 女主担心男主成绩太差 不能考上跟自己同一所大学 帮助男主一起复习 男主也开始用功 最后放榜结果出来了 男主没有考上女主要去的大学 而是不怎么努力学习的男二 也能考上了那所外地大学 可见男主完全不是学习的料 这天晚上 二人来到老地方 公园里大树下长凳上 女主对男主说 很高兴看到这段时间你在努力 但以后风格两地 会有很多未知数 毕竟女主曾经的一丝感动 冷静下来后 发现仍然找不到那种心动的感觉 在一起玩当然开心 但谁会喜欢上一个 不为自己将来努力的男生 相隔两地是一个最体面的理由 让大家减少见面 女人如果真心喜欢上一个人 所有的未知数都不是问题 就算天涯海角 也是天当被子地当床 此时男主已经浴火分身 听不出这些话外音 自己单亲家庭 只有当护士的妈妈 辛苦赚钱养家 上大学以后 为了能够赚钱买火车票 在外兼职打工 女主这边最开始 每一次跟男主的短暂见面 还能找到开心的感觉 一个人的时候 没有了男主在身边缠着 没有了以前的学习压力 终于可以让女主自由自在地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开始计划以后 出国留学 周游世界 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 看到男主依然是老样子 没有将来的计划 过一天算一天 毫无上级心 把所有的生活 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 哪个女人会喜欢这样的巨婴 遇到同校的魔术社学长以后 女主开始了真正的恋爱 男主一无所知 依然一腔情愿地付出 这种付出感动他自己 多过感动女主 一次台风来临 男主为了人去见女主 带上男二七的机车 大风大雨拦到女主的城市 在外面蹲了一夜 以为能像电视上那样 让女主看到再次感动 没想到看到的却是 女主已经另有心患的真相 当天二人来到老地方二号 女主打工的咖啡馆 男主哀求女主回心转意 也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女主只是把一切 推给了异地恋这个台阶 女主不忍心 直接说出来的真正理由是 男主从来没有为将来考虑过 把希望一直寄托在女主身上 男主懦弱逃避困难的性格 让女主在交往的过程中 根本没有体会到 那种依靠和自由的感觉 一段时间以后 男主的单亲妈妈 因为长期疲劳 因病去世 后来男主选择了自杀 妈妈一个女人 都能坚强的把她带大 供她读大学 这么的压力都承受不住 怎么可能会有女人看上她 女主后来找到了 自己真正的幸福 他们沉浸了这些经历 被男二或者其他什么人知道后 拿出去写一点不写一点 发表出来成了一部大卖的小说 那些活在温室里面 没了老妈 连自己卧室都离不开的人 被作者狠狠地赚了一笔眼泪 当然也从他们这些人身上 赚到了自己的稿费 女主只是在闲暇的时候 偶尔想起沉浸的这段经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个版本比较冰冷 比较无情 很少有人会喜欢这个角度 虽然可能更加接近真实 内心坚强 有担当才会有魅力 积极勇敢 赢党而上才会吸引人 每个人都不会一帆风顺 总有些事情只能自己面对 成功不成功是一回事 敢不敢面对才是关键 遇到那些事情就逃避自杀 相对于小流氓的调戏纠缠 难表之的这种爱情绑架 简直就是一场非来恨爱 女人们要及时看清这一点 才会有稳稳的幸福 像这种把自己的落落无人 包装在爱情里面 赚眼泪的事情 我想还是少拍一点比较好 好了 这就是我另外一个角度的解说 不喜欢的人 我也没办法 喜欢的人可以在我的微博 和微信公众号里面 看到一些更全面的解说的文章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微博 和微信公众号 搜索防话社长 或者扫描旁边的二维码 关注我的Facebook和YouTube频道 在Facebook里面 你们可以看到 我其他没有在YouTube里面 发表的视频